大家好 大家好 分手雷台 怕你的精神壓力吧 你自己的過絕吧 對 會不會是太累了 女朋友說精神壓力 為什麼太累了 可是聽起來 對 就是你這樣有傳達 你給他的壓力 什麼台關材 丟雞蛋 撒名字 什麼都來 撒溝血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到 治國的心情 他經過這段時間裡面 其實他碰到的 因為當事者在開車 撞到一個這種現象 看到的影像 是不是會永遠停留在 我們的記憶當中裡面 沒錯沒錯 但他的影像會比較驚嚇一點 然後又遇到媽媽 可能拿這個希望他 就演練到很多因素 所以你剛剛講 摩托車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沒有別的 後來那天我就想說 可能擦傷而已 是 我也是繼續上班了 後來回家 回到晚上我也是繼續 就是第二天晚上上班 是 對 我就回去睡覺了 結果後來 還是一樣有怪事情發生 什麼 我就感覺好像有女孩子的聲音 我是聽不清楚她要說什麼 不過那聲音就越來越近 一直在我耳邊那裡喊 娶我 娶你 娶你 她要我娶她 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這個也就算了 我那時候睡著過後 就一直夢到她 那時候死掉的那個面貌 後來你夢到她的那個 整個撞車的情形就對了 我後來那個時候嚇醒了 嗯 嚇醒我想要去洗把臉 看我是不是 是不是那天太累 是 那天我 我怎麼被壓住 結果呢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 就是被壓床 有被壓床 對 你現在已經知道說 那有可能性就是說 媽媽所說的是事實 她希望女兒能夠跟你明婚 這個你也聽到很多的 生活狀況裡面都感覺得出來 好像有這回事 那你現在作何感想 可是我不可能跟她明婚啊 我可以幫你女兒做成法事 我可以 甚至我可以超讀她 拜託你成全我跟我女朋友好不好 我跟你說 你如果不帶她 沒關係 你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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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她看 你問她看好不好 你問她看好不好 我可以幫你女兒做法事 我甚至可以支付你的開銷 沒有 不用 不用 我要給照顧你 不用 我只要你帶我們女兒 帶我們女兒 知道嗎 問題她是死的啊 沒有拔杯啊 不可能啊 拔杯沒有我們女兒 答應嗎 媽媽可以拔她的杯 但是製過你們 又有你們的選擇 對… 或不聽信或不信 而不是我們在鼓勵這件事情 就是拔杯 聽誰的 對 但媽媽想拔杯 媽媽就拔杯沒關係 對不對 因為媽媽拔杯的意思 本來是說 我的真實性告訴你們 女兒真的來託夢 而且實際上也有這種助力 對 如果真的拔杯 有三拔 他們也可以不信 你們也可以不相信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可能 這個也很重要 好不好 萬一還是媽媽說 叫我來問 叫他整個來問 叫他整個來問 問問是不是要拔杯啊 好 整個啊 媽媽,你說什麼 製過你願意嗎 製過你願意嗎 你可以選擇要跟不要哦 製過你願意嗎 你可以選擇要跟不要 你可以不要沒關係 製過要哦 你要嗎 你要 試看看 好 所以他也是經過 經過一段時間 的這種靈異的感覺 跟壓力 他其實也想解脫 好不好 或許你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 要怎麼樣 應該要怎麼做 這我們都不了解 我們要拔杯 幾樓來請請你 三杯 三杯為準 好,媽媽你會說 要怎麼說 你女兒在這裡 是 你向她說 清清 現在洪志國要拔杯了 王小姐 請你成全我跟我老婆結婚 拜託拜託你 不要再打擾我好不好 你知道我不可能娶你嗎 如果你願意成全我們的話 請你贏我們三個杯 好不好 請你贏我們 拜託 拜託 再一杯來 求求你答應我們吧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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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結婚 我女兒又過了 妳如果不答應 妳早點去結婚 我女兒會睡著了 妳如果出門還是妳 也不可能讓妳自己結婚了 妳是怎樣 妳跟她騙了 我跟妳說 好了 我破了 妳不要跟她騙了 妳跟妳說什麼 妳現在說什麼 妳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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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沒有辦法 妳感受到那種 被鬼奇蛤的感覺 妳現在說什麼 妳答應明婚 那我們當初講的咧 我們的約定呢 問題我現在已經進退兩難了 什麼進退兩難 妳不能踢起妳的肩膀 妳怎麼都那麼軟弱 我就是軟弱 我軟弱妳還要我嗎 我們當初的約定呢 我就是軟弱 我愛妳 我們到底已經決定要結婚了 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去做這種選擇了 什麼不能選擇 妳就不要答應她 那什麼寡婚呢 決定什麼 我們貨約取消了 怎麼可能取消 我不會答應的 妳不是說愛我嗎 我已經決定好跟她冥婚了 不要這樣子 妳說清楚 我不可能答應 我已經決定好了 不要再逼我了 拜託 妳跟她講清楚 不可能冥婚的 我不會答應她的 妳不要 妳有勇氣一點好不好 那都是幻覺 妳還年輕 妳還有很多路要走 外面還有很多男生可以讓妳去挑 妳不用 妳不用一直布置在那邊一直等我 妳這麼軟弱 妳這麼軟弱 我就是沒用 妳不懂那種感覺啊 拜託妳有肩膀一點 妳不要那麼 妳跟她講不可能 不要答應她的冥婚 妳不要怕 我會支持妳這樣 我已經決定好了 妳不用再講了 我已經決定好了 好了 妳 搞什麼啊 妳 妳決定好了 我就是決定好了 那妳把我當什麼 什麼叫妳決定好了 妳來做主嗎 妳決定好了 妳媽會答應嗎 不可能的 好 就算我媽不答應啊 可是我現在還是已經 已經決定好我要娶她了 妳做得了主嗎 我決定來的事情 不便有人會改變的 妳有決定權嗎 好 妳有決定權嗎 妳真的要娶她嗎 來 治國 來 妳剛剛忽然為什麼 三個秋杯完了以後 妳忽然起來了以後 妳說 妳本來都不想娶 為什麼忽然之間 妳覺得要娶她 為什麼要娶這個王岐文小姐 我現在已經 沒有去選擇餘地了 為什麼呢 妳忽然為什麼 這麼大的一個轉變呢 為什麼 我承認我是怕鬼 你不要那麼軟弱好嗎 哪有鬼這個東西啊 現在都幾年了 我天啊 妳沒有遇到 妳不知道啦 妳不知道那種感覺啦 什麼叫軟弱 我女兒明明在這裡 我女兒就是不答應 不答應你們結婚 懂不懂 妳不要在那邊恐嚇人家了喔 妳 什麼叫恐嚇 問她最清楚 剛才三個秋杯 好 所以最後因為這個秋杯 也承認說我真的很怕鬼 你們沒有被鬼壓過 你們不知道 我們的苦痛在哪裡 是不是 對 所以妳沒有路可以走了 他沒有決定權 好 所以誰有決定權 誰有 他媽也不會答應啊 媽媽叫做 紅媽媽 紅媽媽 妳的媽媽 那我們來歡迎 紅媽媽出來一下 來 紅媽媽 對 她這女兒很沒意思喔 真要不要什麼 妳說 後來要帶妳 妳的女兒還帶鬼 我跟妳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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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姊妹 她就擺好了 她就擺好了 我們女兒就是要 嫁給紅字國 不可能的事情 中心比心 什麼事情都幫妳擺好了 鬆鬆肥啊好啊 過啊說好啊 妳現在怎麼會說 我跟妳說 這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紅字國哪有沒筊 也沒筊 我們女兒就是要嫁她 她不可以做主意 妳要說那些 治國 帶個新主牌 沒出去 沒去 這樣 這不是妳可以帶她的 我就這樣 她要帶個女兒 我跟妳說過 我跟妳說過 我們女兒就在新旅餅 不可能 不可能 現代的時間沒有在怕 現代的社會沒有在怕 對不對 不要這樣用公別 錢要背禮對不對 還來這途 問妳學生最知道 這幾個 看什麼事情 所以紅媽媽 妳現在帶妳說絕對不可能 讓妳兒子治國 跟她的女兒結婚 對 她的女兒就對了 所以她剛才說 她的女兒在妳的後面 妳也不會怕 不會怕 不會怕 世間沒什麼事情 對 好來 紅媽媽有什麼話 對治國說有沒有 有什麼話要對她說 真沒用 妳老婆給妳看 妳又這樣 她配的時候要怎樣 她對妳的感情這麼高 對不對 還等妳這麼一年 所以什麼東西 她都放妳出 對不對 對妳的感情這樣 妳又放得了 反正 妳來 發 我爸 沒 та影 妳看 我媽媽 現在我給我倒 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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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給我倒 妳把我倒 妳給我倒 妳每天撒我 阿 洆 妳帮妳 妳回來啊 對不對 回來 麻 我家プ 魚店 對不對 回來戳 對不對 然後我出去的時候 想怎麼樣交代 好 你現在打贏了 新出拜託就拿出去對不對 對 朋友會笑嗎 我愛孫子耶 我愛孫子耶 對不對 我拜訓宵把他幫到 你現在告訴我嘛 你告訴他 好 治國 媽媽這樣講 你還要明婚嗎 要不要 要 要 還是要 你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你告訴他 我沒有辦法 所以媽媽 你這個女兒 你現在要了解女兒的心情 對 我不一定這樣 都是她 對 不是治國 我都是她啦 我今天會死的 提親的 我跟妳說 妳提親 不用這樣 我們可以好好地參加 我跟妳說 雖然沒有不對 你們女兒子已經死了 我們好死耶 雖然咬過她的時候對不對 你不需要比她那個迷婚嘛 對不對 我們這個配語要怎麼樣 她的感情那麼久了耶 對不對 是 你們這個未來 未來的媳婦就對了 是 大家好好享受 娶的時候 結婚那天 像我們女兒 跟我們女兒 跟一個請來 跟早晚 你如果吃飯的時候 跟她給請 多一張丁 一張丁 一張丁 各位什麼社會 我哪有可能答應啊 沒有答應 對 我做小孩 又是一個新主幫她做大夫 所以她這樣提議 你沒辦法答應 沒可能嘛 好 你沒辦法答應 紅媽媽有沒有什麼話要說我們 來 曉飛 紅媽媽跟你講 也跟你拜託 這幾年來 紅媽媽對妳很好 然後妳給我一個 妳怎麼那麼自私 給我一個面子嘛 對不對 我怎麼都那麼自私 兩全其美 誰站在我的立場想過呢 那妳愛她嘛 那愛情常好對不對 我愛她那她愛我啊 那我對妳也很好啊 妳也對我很好啊 那妳站在我的立場想啊 妳們不要那麼自私好不好 不要再逼我了啦 紅媽媽參加一下 不要逼我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要再逼我了啦 不要再逼我了啦 妳不要再逼我了啦 我還不答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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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樣是嗎 妳這樣超超腦腦腦 到底是什麼意思 妳這個女兒 這是我們女兒子這樣 妳這樣 叫她就要做生 那三樓呢 叫人家帶這個女兒去 來做媳婦 這怎麼不可能 不可能啦 還有妳這個小孩 本來我就不贊成 妳跟我們女兒子這項情緒 那是我們女兒子 一直在說妳的好處 我才勉強來答應 我如果想到這點 我就繞繞繞給妳打下去 還有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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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這個青馬 是在做什麼意思的 我本來想要我們女兒子來 在妳家的家門 我可以好好地行為 來過禮 煩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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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 要浮煩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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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 不要幫我們家 不要這樣 不用... 說還是不說 沒有啦 沒有啦 你搶聰明的啦 不用啦 我們搶聰明的 我們要搶座 坐回去 你們才好好去改辦 做十幾個不可能百貨 不可以啦 稍微搶聰明 不行啦 請嘛 你好好好搶聰明就好了 請 你給你保持 你喔 每個百貨人都要 改善後好 沒有啦 這不是我的問題 這是不可能答應的 好啦 我們女兒要跟妳說一下 妳不要... 妳先讓我跟妳說一下 我跟妳說一下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妳要媽媽讓她說一下 來,有什麼話要說 你現在要把她拉掉 不要讓她女兒回去 妳現在是要跟她說的 好嗎 今年跟這個程度了對不對 他們兩個還要最愛對不對 妳們稍微讓我一個老人對不對 有一個後來對不對 讓他們兩個年輕人 有一個完結 有一個日本的那個 這是不可能的 不要啦 妳想看哪些人要來帶一個女兒 妳問呢 我怎麼說不可以答應 這是不可能的 她就這樣想 妳不要再做苦心 妳就經常那久對不對 生存的那久 梁媽媽,我知道妳是余佩媽媽 不然妳現在要拖回去 事情都沒有辦法改管 不然我們想問 妳女兒我跟妳弟弟回去 我們就回去沒關係 來,余佩要不要回去 妳不要跟媽媽回去 還是妳想把事情解決 因為妳今天要委託我們 妳最重要好不好 妳說妳要回去 我們就讓妳們走 如果妳不想回去 妳就勸妳媽 來,怎麼勸妳媽一下 我很愛治國 不好啦 這項分數 絕對的丟臉 你將來的賤度 妳就要聽媽媽說 後來妳的賤度 婚姻才行 參加這種 那樣的祖父 絕對沒有結構 不好的 沒關係 拜託 妳拜託 我也知道,千萬也拜託 大家都拜託 現在為大家都拜託妳 媽媽,我知道妳的苦心 妳的意思 不過我們現在回來 等一下 小芬因為不忍心 自己的女兒余沛 嫁給治國當小老婆 而讓一個不在世的人 當大老婆 所以執意 要余沛與治國解除婚約 不過在眾人與余沛的請求下 小芬這才願意重回錄影現場 尋求解決之道 來,余沛還有廖媽媽 還有治國跟紅媽媽 還有這個是王媽媽 來,我們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問一個 當事人很重要 就是我們的治國 治國,妳現在看到這種情形 一個是要明婚 妳願意嗎 還有一個妳現在的未婚妻 女朋友余沛 怎麼辦呢 妳心裡有沒有什麼決定 妳有沒有決定 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去決定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不知道該怎麼辦 都不知道要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待會兒 我們來聽聽我們的建議書 好,在還沒有聽建議書以前 大家可以說出自己心內話 好,我們要讓媽媽 讓媽媽,妳希望怎麼樣 來,妳希望 小芬她媽媽有沒有 當然要讓她帶一個米粉的母 是 然後圓圓 妳希望小芬她媽媽 我就答應說 給她一個帶兩個就對了 對 算說這個米粉這個 這個王小姐做大的就對了 小芬她都做歲了 妳希望這樣就對了 圓圓 妳的媽媽,請她媽媽來 我以前不可能 將我的女兒來給人家做歲月 是 多一個人 尤其是 帶一個淫感的人來帶組合 這也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層分數 我是十分百分之百的販毒 販毒以後 十分不可能 妳的販毒我們完全了解 來,小芬 妳呢 玉佩 我怎麼可能答應做小的 是 我那麼愛她耶 所以妳希望怎麼樣 當然是她娶我啊 我妳要放棄 當然是她娶我 怎麼是要我放棄咧 不是 我說娶妳而放棄 冥婚這件事情 當然啊 好,這是妳的需要 需求就對了 好,這也是妳來的目的 來,小芸,來 王媽媽 妳有什麼話要說 我今天會為她的要求 是 就是希望洪志國帶我的女兒 如果吃飯的時候 要多一雙雞 一塊碗 這樣我們就不困難嘛 好 妳要希望這樣就對了 對 女兒子不能比婚婚就對了 對 我都找一個王妻的婚婚 有時候在 有時候我 要吃飯的時候 給她付錢 付錢 好,這時候我們先叫我們錢 來,鳳媽媽 來,謝謝妳 愛一手,來 請坐坐 來,鳳媽媽 妳請坐坐坐 好 那我們三位來 三位來 那個... 好,男主角也站中間 好,我們先來聽聽 我們的建議書怎麼說,來 來,如忠 我今天不想針對個人 我想針對這一集的主題 做一些想法的分享好了 太好了 我們今天看到現場的故事 有人很相信神鬼 有人一點都不相信神鬼 但是他們的相信跟不相信 都不能證明 世界上到底有沒有神鬼 所以這件事情曉得的是 迷信跟真實是一線之間 一念之間 是 端奈妳的心 真正相信什麼 再來我們當然尊重民間的信仰 可是如果妳要我們相信 神鬼的世界當中 也有隱套他們自己的規律跟法則的話 那我們要推薦一下王媽媽 人的世界當中 也有人世間的法律跟條文 是 妳不能漫無目的 或者是只為了達成妳自己的目的 不停地去騷擾別人 抬關啊 丟紙錢啊 最後會變成犯法的 是 那交通事故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還是希望 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無事 可是萬一真的沒有辦法和解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走上法院 走上法庭 免得日後會有這麼這麼多的爭議 是 祝福現場的各位朋友 好 這建議書的部分裡面 我想那個 就是說 這車禍的部分裡面 他們私下已經可以解決了 唯獨不能解決就是 冥婚這條事情 好 這個是給我們的建議書 媽媽 我不知道妳聽得了 還有智國現在想什麼 還有余沛 好 這個時候 我們來做一個最後的抉擇 剛剛智國也講了 她現在心情好亂 可是妳聽到我們建議書 還有看到余沛的一個 媽跟媽媽之間的 廖媽媽的肯定的一件事情 還有就是我們這王小姐 王媽媽這一邊部分 妳到底要如何做決定 我覺得妳是最重要的人物 好不好 妳心裡一定要拿出 男人的氣概裡面 告訴妳自己 告訴全部的人 妳到底要如何的抉擇 我們這樣由妳來做抉擇 到底妳選擇余沛這一邊 還是要選擇 就是王媽媽所說的 就是娶她的女兒當老婆 好不好 好 好 可以做抉擇 好 如果能夠做抉擇的話 我們就來倒數 來 我們來進行最後的抉擇 倒數十秒鐘來 好 時間到來製國來請抉擇 好 時間到來製國來請抉擇 製國將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你有怨恨講不明白嗎 你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 情侶 夫妻 婆媳 孩子 老闆 員工 任何存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炒個痛快 看是要再續全員 但言歸於好還是分到楊彪說聲拜拜 報名專線請播0277063888